大家好 我是韩国精神有景 今天我要吃 对 又是台湾的食物 但是呢 今天我要吃 台湾的五种冬天点心 因为呢 我之前都是只吃什么 火尿鸡 火锅 一大餐的食物 好像没有特别介绍过 台湾的点心吧 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可爱的 Mana 一起吃台湾的点心 你好 你是来自哪里的 我是 第一年 所以Mana 你是住台湾多久呢 两年 两年 你呢 第五年 现在 怎么回事呢 你好 你好准备 所以呢 你还是有一些 还没吃过的台湾的甜点 我觉得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吃吃看 台湾的五种点心 然后两个外国人 真实的评价一下吧 好 那我们可以开始吃了 那第一个就是 台湾人冬天的时候 必须要吃的烧仙草 你听过吗 烧仙草 没有 那你吃过仙草 有 但是冰的 哦 或者是饮料里面有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这个颜色有点 怪怪的东西 对身体不好的颜色耶 哈哈哈 denke 嗯 哇 嗯 好吃 吃起来就 possiamo 有一味道很香 对对 我觉得我的阿姨超机喜欢这样的味道 阿姨阿宫一定会喜欢的那种 Interest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好吃 喔 Nat Mist,� Name,Name,Name,Name! 其實我忘記了剛剛我加黑料 這是分歸 黑糖分歸 好瘦嗎? 嗯 嗯 跟花生一起吃更甜 這禮拜是牛奶好喝那種的嗎? 很好吃的 哇 好喝 很好喝 那這個黑糖分歸 嗯 你一定要吃這個看 這個又不一樣 嗯 超好吃的 我們記得加倍雞 冰冰 真的喔 超好吃的 肉的比冰的更好吃 我也覺得好 嚇到我 好 下一個就是 黑糖漳母茶 日本有漳母茶之類嗎? 沒有 可是好像台灣的話 冬天的時候 會喝這種油包漿的飲料 你問問看 啊 火鍋的味道嗎? 火鍋嗎? 像什麼樣的味道 像是店的味道 哇 我懂 我懂 哇 有一點辣耶 很辣 很辣 哇 很辣耶 哇 哇 味道很像 原來是有這種味道 有點不舒服的時候 一定要喝的 飲料的感覺 會有來是有一點 要的味道嗎? 但是很好喝 應該蠻多外國人覺得這個很神奇 韓國也有生長茶 但是我覺得這個的味道比較重 韓國的話 阿公阿嬤才會喝這種飲料 但是我發現很多飲料店 冬天的時候會出這種什麼 長母茶之類的 好 下一個就是 熱豆花 哇 超喜歡 冬天一定要吃的 還有在日本現在豆花很貴 真的假的 在日本也有賣 嗯嗯 但是很貴 我覺得這個的話 250左右 250? 太貴了吧 我對那個來台灣的時候 哇 很辛苦 很便宜 超好吃的感覺 超好吃的 哇 好吃 好軟軟喔 嗯 你最喜歡的豆花是 我是最喜歡加煉乳的那種 煉乳 啊 好好吃 好吃 是 那日本的話 也是有用豆腐食物做的甜點嗎 沒有 應該跟韓國差不多 所以我是來台灣後 看到甜點裡有豆花 跟豆腐類似的樣子 所以超級驚訝 豆腐這種的食物不是配方的 是不是是不是 配方或者是那個 加醬油 沒有用橘子的感覺嗎 好 下一個就是 五菇炸亮粥 冬天 好香 台灣人也會吃粥的甜點什麼 米 高粥一頭粥 這類的 我也第一次吃這個 我也吃 可是這個是甜點店會買的 這個是地方嗎 所以這個是甜的嗎 還是鹹的 我猜不出來 不出來 好好吃欸 意外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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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覺得這裡面的 一粒一粒的 也是有一點甜甜的欸 嗯 但是我覺得在裡面 完全沒有的味道 欸 好吃 好吃 愛上的 愛上的 對 超喜歡 好吃 你會不會回家 後就再疊一個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有一點不知道要怎麼說明這個味道欸 嗯 就是五菇炸亮粥的味道 對 台湾英國人來說 第一次的味道 對不對 最後一個就是 紅豆糖圓 然後台灣的話 冬至的時候 一定會吃糖圓是不是 今天點的是 應該是 小糖圓 跟紅豆一起的 可是冬至的時候吃的是 裡面有什麼 芝麻 哇 滑鬆那種的 有點大顆的 好吃喔 很甜 在日本也有紅豆糖 但是味道完全不一樣 味道比較重 韓國是有紅豆粥 所以那個也是味道比較重一點的 不像這樣水水的 所以日本的是鹹的還是甜的 甜的 還有甜味是比較重的感覺 真的真的真的喔 吃之後那個 它有點滋膩的感覺 有一點可口想喝水 我比較喜歡台灣的紅豆糖 湯也好好吃喔 超好吃 跟韓國的年糕 完全不一樣的口感 那個韓國的話 比較硬硬的感覺 對對對 哦 這個是比較軟軟的 吃這個真的感受到 剛才來的 嗯嗯嗯 好 我們這樣大概吃完了 五種台灣冬天點心 那今天我們的心中第一名 好喔 自己選一個好囉 一二三 炸 媽呢是選那個 五菇粥 五菇炸漾粥 然後我選的是燒仙草 為什麼 因為燒仙草 我覺得比冰的仙草更好吃 然後因為這個仙草 是有一點酷的味道 但是上面的配料是甜甜的 所以兩個的組合蠻好吃的 嗯 那你呢 紅豆喔 還有現場的話 對我來吃不懂的感覺 但是這個的話 很喜歡 今天第一次吃 是不是 嚇到喔 然後我們今天聊天的東西中 好像韓國跟日本跟台灣的 冬天點心都不一樣 那大家也可以參考我們的影片 可以在家 叫我外商就吃台灣的冬天點心喔 那我今天準備的影片是到這裡 如果覺得有的影片有趣的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一下喔 然後也記得去看看 Mana的123 Japan的頻道喔 也記得去按讚訂閱一下喔 我們還有一起合作拍攝的喔 然後記得過來我的IG Lily和Mbnew 然後也記得去看Mana的IG Mana哈囉 耶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